大家好,我是海娟 一提起韭菜馅饼 可以说是我们北方人百吃不厌的美食 今天就分享一款 发面韭菜馅饼 最简单的做法 首先盆中加入500克普通面粉 放4克酵母 用温水320毫升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碗中打入4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起锅倒油 油热后放入蛋液 用筷子快速划散 放入碗中晾凉备用 一大把控干水分的韭菜 切成碎一点的颗粒状 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盆中 加少许的油 加油的目的是能够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 防止韭菜出水 加入我们放凉的鸡蛋碎 洗好的小虾皮 加少许的蚝油 花椒粉 对半酱 盐 搅拌均匀 韭菜的味道很大 所以不用放过多的调料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下料的部分就做好了 面也醒发的差不多了 案板上撒干粉 取出形好的面团 多搓揉几下 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把面剂子直接按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放上三勺我们调好的馅料 用包包子的手法给它收紧口 把口按压紧实 轻轻按压生坯 按压成一个薄一点的圆饼坯即可 电饼称预热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后放入饼坯 饼坯的表面刷一层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中火烙至二分钟 烙至底部金黄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另一边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翻面再烙一分钟 烙至两边都称金黄色 按压能够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农家韭菜发面饼就全部做好了 按压看一下 鲜软回弹 掰开一个看一下 馅鲜味美 特别的好吃 因为是发面的还好消化 老人孩子都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就记得试试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早餐鸡蛋饼的做法 全程手不碰面 营养又简单 我们可以前一天晚上 发好面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早起 十分钟就能轻松搞定早餐 首先 大碗中打入五颗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加入三克的酵母 10克白糖 10克玉米油 不喜欢吃甜似的 可以少放一些糖 或者不放 把蛋液 酵母 还有白糖 充分的混合均匀 加入200毫升的温牛奶 然后分少量多次 加入普通面粉300克 边倒边搅 搅拌的时间略微长一些 搅拌至细腻 无颗粒的面糊状 盖上保鲜膜 发酵至表面 有密集的小气泡状 大概需要20-30分钟 醒发好的面糊 用筷子继续搅拌 排出里面的气体 电柄称预热刷油 油热后 先放入一半的面糊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先烙二分钟 二分钟后 大饼的表面已经定型了 我们给它刷少许的薄油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另一边 也编成金黄色 我们再次翻面 烙至两边 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能够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出锅 这样烙的早餐鸡蛋饼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又快速 我们只需早起十分钟 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 或者白粥 都是不错的选择用 全程无技巧 无难度 今天用一块南瓜 一颗鸡蛋 分享一个好吃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南瓜 先去皮 再去籽 最后切成薄一点的片状 先放在壁梁上 再放入锅中 中火蒸15分钟 蒸至软烂 取出蒸好的南瓜片 放入大碗中 用铲子压成南瓜泥 加入80克的牛奶 60克白糖 30克玉米油 再打入一颗鸡蛋 充分搅拌均匀 倒入普通面粉160克 糯米粉40克 再加入少许的泡打粉 大约2-3克 再次搅均匀 准备纸杯模具 放入我们调好的面糊 8分满即可 调好的面糊放入壁梁中 做入开水锅中 盖上盖子 开中火蒸制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香喷喷的南瓜糕就做好了 看一下 各个开花 撕掉纸杯看一下 蓬松又渲软 香甜又美味 如果您喜欢可以试试 全程无难度 保证您一次成功 今天海娟给大家分享一个老式大炸饼的做法 咸香美味 凉了也不会硬油 下面开始制作 大盘中放入普通面粉500克 加5克酵母 4克盐 3克泡打粉 打入1克鸡蛋 加20毫升玉米油 搅拌均匀 再加入320毫升的温水 继续搅拌 搅成这样稠一点的面糊状态 放上一把小葱花 再次搅拌均匀 面团充分的搅匀 表面刷一层薄油 点一点点油就可以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案板上刷一层薄油 取出饧好的面团 面团不用搓揉了 整理一下 直接按压扁 按成长方形的厚片状 然后从中间横着切开 再切成小一点的面剂 取过一块面剂 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直接按压扁 按均匀 按成圆形薄片状 这个饼按压的不需要太薄 太薄以后炸出的饼 蓬松度就不太好了 然后用一个勺子 在中间搁上三刀 因为这个面水分特别足 轻轻按压就很容易压开 无需擀面杖 需要多大压多大 锅中放油 油温8成热 放入生坯 炸至30秒翻面 再炸30秒 炸至油饼两面金黄 即可控油捞出 这样做出的炸饼 特别的蓬松 轩软 全程无技巧 无难度 掰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还是空心的 看一下这轩软的程度 凉了也不会硬 如果您喜欢 记得先收藏 有时间试试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 我们明天见